现在这种很强悍的 彪悍的男性化的性格 今天的你会不一样吗 就经历了这么多的话 也换不了了呀 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 我坐在这儿 所以我就是这样啊 你也不愿意去假设 你会回看吗 回看是一个特别 极其没有意义 且浪费时间的事情 以前发生的事情 昨天发生的事情 再好再坏也跟我没关系 那是昨天的事情了 杨明一直被网友戏称为 拼命三娘 这几年她在娱乐圈的名气 也是越来越高 作为一线明星 日常生活中她的一举一动 还有私下的生活 都受到粉丝们的强烈关注 众死周知杨明是一个童星出身 在她很小的时候呢 就拍过很多部电视剧 而且出名之后 她的感情生活 也一直备受大家的猜测 如今她已经三十有五 在女明星当中 已经不算年轻的一辈 但她依旧凭借着自己的高颜值 和在圈内的硬实力 稳稳坐拥当下流量女王的宝座 杨明三家奇葩说的时候 不仅金句评出 还手撕前任 面对马东摔给她的变铁 要不要把前任当人脉 那杨明说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 杨明你会把前任当人脉吗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 如果她把你当人脉 你会帮她吗 不帮 干得漂亮 这就是杨明 当时很多人认为 她找到刘卡威 就是图人家是香港人 想进香港优才计划 谁知道 她身为孩子立马复出 然后自己成立公司 签对赌协议 疯狂拍戏接综艺 虽然尬戏被黑吧 但是对赌协议也拼命完成了 她婚后五年身家45亿 前夫分得五亿 两个人的地位已经经费细别 结果结了婚 你是会选择相夫交子 依靠另一半呢 还是拼事业靠自己呢 看看杨明就知道她赌对了 妈妈你给她打几分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85吧 分数不错 他虽然失掉了慢慢磨练演技的机会 全网黑 但也成功脱离了演员圈层 导演制片人对演员的压制和控制 他做了老板 跳出了资本圈对演员的控制 反而是加入资本圈子 占据了话语权 成为了掌控他人的人 说白了 结婚养娃就是要有一位牺牲者 很多妻子婚后呢 有了娃会过得十分辛苦 虽然聪明的杨明把养育小糯米的责任 交给了刘凯威 她活得十分潇洒 既然不能二者兼得 那就果断放手 分都分了 何必藕断丝连呢 彼此重新开始人生新篇章不好吗 记得离婚后的杨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二人之所以离婚是因为聚少离多 感情变淡 其实简单用三个字来概括 就是不爱了 杨明还表示自己性格比较要强 所以对此呢 很难回归家庭 她也正因为两口子工作量的繁忙 导致二人结婚三年 在一起总共也没有一百次 有了孩子做了爸爸妈妈 跟之前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相处的方式会有一些不同吗 没有变化 因为都还是见不到 对以前也忙 其实现在就更忙 然后对 就突然间也是在计划外 然后有了宝宝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说 但是大家还是没有改变各自忙的 这种状态和态度 就她反而更忙了 我觉得 我们其实都带有家庭的责任感 然后去认真的 认真的工作吧 之前杨明谈到离婚的原因是举少离多 又表示二人在一起次数趋之可数 如今看来 也许这才是导致二人分手的最主要原因 虽然已经离婚 但是杨明曝光度呢 比以前更高了 事业也已经更上一层楼 可以用红透半边天来形容 离婚好像对于杨明事业本身来说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而且杨明是一个非常疼爱 女儿小糯米的妈妈 只要一有时间就飞往香港看女儿 这应该就是杨明最幸福的时候了吧 对于二人离婚的好与坏 小编无法判定 因为这是人家的家务事 毕竟两个人结婚多年 在一起没有超过一百次 想必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次数 特别的少 双方的矛盾就会增加 强行为了女儿小糯米生活在一起 两个人也会很痛苦 不如分开呢 做不成夫妻可以做朋友啊 两个人也有了彼此的空间 现在的两个人也已经过上了 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祝愿杨明与刘凯薇 找到属于彼此的那个人 都挺懒的 也挺不浪漫的 挺不喜欢那种出去的 能叫外卖就叫外卖 能不去就不去 能不干嘛就不干嘛的 是 是 是